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联合几率分配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几率分配的观念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观念扩充 也就是说我们要考虑的是两个随机变数 那么两个随机变数之间 有没有一个相互的一个关系呢 这个在后面我们会常常用到 那么联合几率分配 我们习惯的做法就是要用的是一个 像一个列连表的方式 要做成一个矩阵的模式这样的做法 那么我们来举个例子 什么叫做联合几率分配 假设有六个顾客 那么有两个随机变数 一个随机变数X代表的是财力 高中低这三种 所以X的话呢 是这种三个随机变数 我们用一二三来表示 这数字化了以后就叫做随机变数 好 Y呢 有没有购买 购买与否 那么我们就用一跟二来代表 一代表什么呢 购买 Y等于二代表不买 那么我们要求这个联合几率分配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样子的题目 那现在财力高是 财力低否 财力中否 财力中是 财力低否 财力高否 现在的话呢是 情况是在这边 那我们来看 这边一二三 Y的话呢 Y是横轴 X是纵轴 现在 X代表的是一的话呢 是代表的是高 然后一的话呢 是高又买 高 有没有买 有 所以是 总共有六个 六笔资料里面 它占了一个 所以是六分之一 好 我们就一看 一律从这边看齐好了 现在我们看的是财力中 财力中的时候 不论是买不买 它都各有一个 这边是六分之一 这边是有六分之一 买 不买 这等一下我们再说买的 再来看三 三是什么呢 财力低的 财力低的 有没有买 都没有 所以这边是零 这边没有买 财力高的 有没有不买的 这个是财力高的 有 有没有 这个地方在这里 财力中的 这边我们说过 否跟是都各一 六分之一 财力低的 这是三的话 低的部分来说 有没有说是不购买呢 有 不但是有 这边财力低的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两个吗 好 这就是我们的联合几率 分配 来我们看看总和 总和多少 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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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分之二 这个总共加起来 是要百分之百 就是一 那么我们现在来 讨论的是什么呢 如果是不考虑Y 只考虑X的话 那么这边的话呢 全部加起来 这边是六分之二 这边也是六分之二 这边也六分之二 从这边纵轴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加总的动作 这个加总是六分之二 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是 不考虑Y 只考虑X等于1 有六分之二 这边六分之二 这也六分之二 那么这个地方 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管他买不买 我们只知道 以X的角度来说 财力来说的话 我们的这个六个顾客 都一样 这均等的分配 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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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不买呢 买的你发现的是 六分之二 这边是六分之四 稍微倾向于不买 我们看这六分之二 是六分之四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 联合几率分配 那当然这个是离散型的 总共合在一起 应该是1 好 那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 叫做 marginal的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这是什么意思呢 联合几率分配 刚刚的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可以不考虑Y 只考虑X 横的来说是这样子的 也可以只考虑Y 不考虑X 然后让X跑一圈 Y是多少 像这种 这样子的几率分配 我们就称为边计 这个是在靠边的嘛 对不对 我们用这种很好记的 就是这个是在靠边的 那么我们把双变数 把它总和起来 变成了单变数 这个地方的意思 PX等于1 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地方相当于是 Y等于1 2 就是这样子 X的话呢 Y跑一圈了 那X等于1是多少 来我们看一下 是等于多少呢 6分之2 现在我们看 X等于2呢 等于Y跑了一圈 Y走一圈 6分之2 X等于3 在这里 6分之2 现在Y等于1 那什么叫做Y等于1 以这个联合几率分配的写法 我们把它求 那个边计几率分配的话呢 是这样子的 Y等于1 其实是X等于1 2 3 那么主要是Y等于1 这个地方 我们X跑了一整圈 让X全部都不要考虑了 所有X的可能都要算下去 那么Y等于1是几呢 我们看这边 6分之2 那么Y等于2呢 6分之4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边际几率分配 那么这个在后面 双变数的几率分配的话呢 我们常常会用到 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把几率分配 做了一个推广 我们介绍了双变数的几率分配 那么这个联合几率分配的观念 这个到后面会用得到 而且很重要的是 它主要的目的是探讨 两个随机变数的 相互的一几个关系 那么 我们顺道也提到了是吗 联合几率分配 我们用到了 那就会有边际几率分配 就是让另外一个变数 跑一圈的观念 那这个观念 也是对我们后面的计算 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